我們有一位藝人叫張軍寧 張軍寧在十一年前 在台灣搭檢測碩士 結果他的論文叫做 我國演藝人員經濟管理之法治問題 所謂的我國應該是中華民國 其中的我國字眼 結果中國說 網友說他搞台獨 據說張軍寧的戲都已經被下架了 來 我們來看什麼 好 來 藝衆要補充 這張軍寧真的有衰 你知道怎麼說嗎 因為你知道之前 其實今年大家有沒有印象 三月的時候不是要抵制新疆年 那當時張軍寧是第一個表態的 因為他原本是代言阿迪達斯 第一時間就跟台灣的藝人徐光岸 直接就表態 然後你看他是怎麼表態的 表忠到這種程度 這是他發的文 他說 即日起張軍寧女士及工作室 宗旨跟阿迪達斯的一切合作 他第一時間在新疆門 就跳出來挺中國 這樣這麼表忠 結果你看今天竟然被翻出他十一年前寫的論文 提到我國 那其實今天張軍寧的工作室也發了一個聲明 他說 最近有人在造謠張軍寧台獨 他說張軍寧你是沒有台獨立場 他說他一直堅定的認同自己 中國人身分 他說如果再有這種造謠的話 他們已經委託北京的律師 會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他說他都已經做到這樣 都還要被你們這些小粉紅給出征 那所以難怪就是說 現在這種 那剛剛還提到 我覺得也很有趣 剛剛不是說很多藝人的那個國籍要改變嗎 那其實我跟你講 當你有四個一個手指指著人家的時候 你有四次手指比著自己 什麼意思呢 最近也沒翻出來 中國的央視的女主持人 這個很有名叫做董卿 他是連續十三年北京春晚的主持人 你有名嗎 所以是他們當家的這個大牌 結果被翻出來說 引好生意識其實是拿美國籍 然後人家就罵他 網友就說你是反美式工作 其實這件事情在中國不意外 為什麼我這樣講 兩個很有名的人 我再講兩個就好 中國的前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耿爽其實我也是在美國對不對 結果被人家翻出來 他女兒在紐約讀書 耿爽 另外一個叫華春瑩 華大媽 外交部發言人 他也被翻出來 二零一一五年的時候 其實他們家就已經在美國的舊金山 買了一個房產 他們女兒也在這裡突出 這就是說你們這些高官 這些主持人嘴巴上罵的 把人家罵得一文不止 結果實際上都已經在 都存在美國過生話了 那今天最新的發展是謝霆峰 謝霆峰他接受訪問 他說我在香港出生 因為主持人問他說 你是加拿大人 謝霆峰說我在香港出生 所以我本來就是一個中國人 其實我已經在申請退掉加拿大籍了 這個事情 我看其他人會有壓力 來 方老師 我覺得這個已經回到了 那個中共文革時代的 就是一九四九年 他之後 他們就是趕緊掛個帽子 就是說你有親屬在臺灣就是國特 就是國民黨特務 或者你的家人過去是國民黨的 你也是國特 或者你家人也在跟外國 家裡有親屬在外國的 就是通敵 通美 就是其實根本沒有什麼聯繫 可是只要你有這個身分 你就被抓起來 被這個批鬥 他們掛牌子 戴帽子打棍子 掛一個牌子 掛一個很大的一個牌子 就寫國特 什麼名字 把他打 名字要打叉叉 然後戴個尖帽子 然後打棍子 紅衛兵用棍子打你 就這樣 現在就是我認為接下來 黃安跟劉樂妍 他們就要求第一個 你要退 你要把你的中華民國護照給撕掉 第二個你要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籍 你要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分證 跟護照才能表達你的效忠 而且所有臺灣的藝人 你要去中國發展的 你都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到最後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可以選擇的 那我相信什麼歐陽娜娜 這些一定會率先要做 因為他們在那邊發展 他們也不想回來了 那就去吧 那我覺得這種做法其實是很極端 就是逼著臺灣人在中國 你要選邊站 過去他還給你模模糊糊的 我覺得像江澤民胡錦濤 他也不太 但是我覺得習近平像這樣搞下去 會越搞越尖銳 越搞越極端 那因為他已經就變成說 你說我是中國人 你張軍令你說你是中國人 已經沒有用了 他們那個小粉紅 已經不能滿足他的需求了 他現在要更鹹更辣的 就是當場撕毀臺灣身分證 當場撕 把它撕掉 這才他們才看得過癮 所以已經一定要這樣做了 然後把臺灣的護照 把它剪掉 剪得碎碎的 當場現場實況轉播 然後要開直播 中國的小粉紅才會買單 我覺得已經極端到這個程度了 而且這個背後是習近平 他也要把人民搞到那個地方去 全民籌外 全民籌台 全民籌港 籌勢香港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是 這個未來這個很瘋狂的行為 會一直不斷的出現 今天財經網美 這個胡彩平 對黃安跟劉樂平喊話 劉樂園 劉樂園喊話 嚴正呼籲黃安跟劉樂園 要跟進謝霆鋒 因為他謝霆鋒真的很帶走 他說 他也喊話 嚴正呼籲黃安劉樂園跟進 立刻拋棄中華民國籍 中華民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歷史上是一個 已經被滅亡的政權 而且你們也不喜歡台灣 天天罵台灣 還是趕快入籍中華人民共和國吧 不要再竊餘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張亞中主席也會支持你們的 劉樂園你看他們兩個會放棄 他們沒這麼傻 黃安有一次不是心中這樣不鬆快嗎 我全工回來臺灣 那次他們沒有再出來說 那一次他的健保 我們健保的支出 大概要支出差不多八十幾萬 結果他才花多少錢 他們愛的是什麼 他們愛的是臺灣的健保制度 所以他們劉樂園 前一陣子上禮拜有在 有在他的微博上面在那裡考 說雖然我都認同 我自己是中國人 可是一樣我一樣沒有戲可以接 就底下小粉紅怎麼留言 在這個節骨眼幫不了你了 你還不是中國人嘛 所以我覺得你們兩位也不用那麼辛苦 什麼撿護照 不用那麼辛苦 因為依照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 你只要在中國設戶籍 你的中華民國籍自動會被註銷 那你就直接在那邊設籍就好 那我們就把你註銷掉了 你還不用回來